7. 还能在小区散步或者锻炼吗? 一,如果不是疫情高发区域,所在的小区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疫情。 在保持空气流通的前提下,适当地进行户外散步活动,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。 出门要注意戴好口罩,注意保暖,同时要与其他人之间保持距离。 二,在疫情高发区域,如果所在小区本就有疫情发生的情况,自然是不建议外出散步的。 如果实在有需要外出的情况下,再外出。 出门前注意做好自我防护。 三,身体有感冒不是症状的朋友,最好不要外出,应该在下尽量隔离休息。 一方面多休息有助于病情恢复,另一方面身体生病免疫力低下。